今天的天氣很奇怪 因為風很大 所以一下出太陽一下下雨 哈囉大家 我剛從超市回來 今天去超市是為了買一些要給在荷蘭朋友的禮物 我明天就出發了嘛 然後禮拜五會跟所有人一起吃個飯 所以就想說準備一下東西給他們 第一個呢 是這個巨大的劍答出奇蛋 這個呢 其實是要給我飯店的主管 主要是因為我這次要回去我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去飯店的會議室就是遠端工作 因為有時候我會需要接電話 然後會需要安靜的地方 然後不會吵到人的地方 然後他也是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然後就想說我買這個當作抱他的禮物 會買這個呢 是因為畢竟他就是主管嘛 他自己想要的東西他都已經買了 或者是說我也買不起 但是我很確定他很喜歡見達出奇蛋 所以我就買巨大版的給他 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 是Mate Mate呢 它是一個很著名的阿根廷的一種茶 這個是要買給就是我在荷蘭的阿根廷的朋友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好不好喝 但是我記得我剛到這邊的時候在超市看到這個 就很激動的傳給他們說 你看在這邊不用去另外超市就可以找到這個茶 所以每次我只要經過這個茶 我就會想到他們想說買給他們試看看 另外呢 這個巧克力 這個熊阿 是好像是這邊 愛沙尼亞當地的巧克力品牌 我自己蠻喜歡這個熊的白色的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要給我前室友的 因為我還有一些行李在就是我之前住的房子 所以我就麻煩他把行李拿出來 然後幫我拍個照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就是確認一下我需要帶什麼東西過去 所以這算是一個謝禮 另外呢 這個是 就很明顯你可以直接看到他就是寫塔琳 這個是要給就是飯店的同事 就直接放在櫃台給大家吃的 就是一個很標誌性的經驗品的狀況 對 這其實也蠻好吃的阿 只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小米的 還有我還買了兩條護手霜 或者是乳液的東西 這個是愛沙尼亞當地的牌子 然後這個是一個是要給沙尾拉 然後另外一個是也是給我阿根廷的朋友 對 然後我們就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我想說當地的牌子比較特別 我就買了這個 那另外呢我還買了這個麵 我就看它在特價有點像泡麵的東西 反正就有麵在家裡就隨便煮一下夾的東西 就很好吃 最後一個東西呢是這個 登登 青梅烏龍茶 我剛剛經過的時候就看到另外一個口味的 我就看到它寫繁體中文 然後包裝很有質感 所以我就看一下然後就發現 是台灣的茶 就是是台灣製造的茶 然後我就看到有其他口味 我就選了這個青梅烏龍茶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在一般的超市看到有台灣進口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想說來買看看 如果不是說我確定我自己完全不吃或者不喜歡的東西 我可能多少都會試看看 因為我就想說如果就是這個當地企業 當地企業的超市進口了台灣的東西 都沒有人買的話那可能過一段時間他們就不會再進口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個 富光跟賺錢的機會 所以我就想說我買看看 然後這個包裝也很漂亮 所以也許我在超市的時候大家看我拿 或者是看到架上少了一點 大家也會引起 就是也會引起他們的好奇心 然後就會想要買來試看看 我等一下來泡來喝看看 現在開始打包具前先來泡個茶 這個真的長得很有質感欸 就是這樣子霧面的 然後它還有用這個貼住 但是我這樣咬的時候 我感覺裡面是一個茶包 就是真空壓縮的茶葉的感覺 這個還是這樣子包裝 裡面就是 對跟我拆的一樣 它就是這樣真空包裝好的茶葉 好一點 超級香欸 就是 就真的是這樣子聞 就有聞到 梅子的味道 我自己喝茶還是很像 喜歡喝手搖飲的感覺 所以我都會 就是放餅塊在這個杯子裡面 然後泡熱茶倒進去 然後像手搖飲料的方式做 所以我就把茶葉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茶是這種 包在一起的茶 只要一點點就可以 嗯 泡到很大杯子的茶 然後放到這種 一般的馬克杯裡面 然後再倒熱水 然後在 它在熱水裡浸泡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開始 把冰塊放到我的杯子裡 你這樣看 可能會覺得冰塊好像很多 可是因為 嗯 吃熱茶啊 所以 倒下去的時候冰塊就會融化變成水 就會 有點像濃縮加水的感覺 我剛剛就看一下這個管子 它是寫說 建議熱飲 但冷飲風味更佳 所以我要來試看看 冷飲是什麼味道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很好喝耶 但是 就是 梅子的味道是真的淡淡的 然後完全不會搶過烏龍茶 可是 嗯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會怕喝烏龍茶 是會覺得有點 太苦 但是這個 因為梅子的關係 你完全不會覺得 就是烏龍茶的那個茶味這種的感覺 真的超級好喝 這個真的很香 大家如果有看到可以試看看 這個好喝 這些呢 也就是我會帶的東西 這個其實我應該會放在我的後備包裡面 這不是要給他的禮物 但因為是液體 所以我就會全部放在一起 如果要檢查的話比較方便 那就是這些 剛剛買過禮物 這個蛋 這個蛋我可能也是會放在我的後備 然後 抹壓鋪 最後呢 我就再放一台 Judy的吹風機 然後 去加短鋪 這樣就可以囉 是否我认识是不正确的 我认识是不正确的 他们说你就是比较比较比较 是的 他们说是很可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